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国东部事件现在是晚上事件 在以色列局势紧张之际 整个中东局势紧张之际 中共宣布 宣布什么呢 普京将在10月16号到10月18号 抵达北京 对中共进行正式访问 并参加在北京举行的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10月16号那就是在北京事件 今天 所以你看上一次 是2022年 2月4日随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2月24号 20天时间之后 这一次又到北京来 接下来 反正 大家知道了 这绝对 什么参加一带一路 那不是真正的目的 真正的目的 那就是开辟新的战场 这个新的战场 到底是 波罗蒂海还是东北亚 是吧 这一定是二选一 同时 上来中东局势 如何 如何进一步 搞大 这是毫无疑问的 你看啊 朝中社 中共的朝中社发射 朝鲜正密切注视日本军事活动 朝中社16日发表评论文章称 表示日本防卫大臣 十日深称 将提早部署远程导弹 以便拥有攻击敌方基地能力 直接打击 打击朝鲜等周边国家 最后啊 文章最后称 朝鲜的武装力量 担负着维护朝鲜半岛 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大使命 这密切注视着日本的一举一动 所以 在这个时候 当大家都在关注中东局势的时候 美国 B-52战略轰炸机 将于本周晚些时候降落在韩国 对朝鲜及其不断上升的核导弹 威胁进行武力展示 同时警告他们 不要在该地区出现任何进一步的升级 这将是B-52战略轰炸机 首次降落在韩国空军基地 此前该轰炸机仅飞越韩国上空 这个等于说东北亚的局势 进一步 大家最近没有关注的时候 实际上 它已经悄悄在升级 都关注中东局势的时候 实际上 普京到北京 北朝鲜 日本 美国在韩国 都已经在升级 是相应的 好 在这个同时 我们还是进一步来看看 这个以色列 大家现在都关注的以色列 CNN 展示了一个 哈马斯 缴获的一个哈马斯的武器库 里面 看看哈马斯所下的武器 火箭弹 温压炸弹 手榴弹和防空导弹 如此强大的 庞大的武器库 哈马斯 哈马斯 这是所谓的被制裁了 这以色列 所谓的把哈马斯 全部 进入的通道 全部都 制裁的情况下 居然 还能拥有 如此庞大的 武器库 每一个 就在这种情况下 居然还能生产出 这么多武器出来 简直是不可思议 如果不是这一次 哈马斯 这个突然袭击 说实话 还以为他们只有一些火箭弹 只有一些AK-47 你看 所拥有的 远远超过 你的想象 是吧 温压炸弹 这可是 你看 整个 各种各样的枪 俄式的 中式的 关键是各种炸弹 都有 是吧 大家看啊 地雷 对着 说白了 以色列的坦克去的 各种 全部都已经准备好了 接下来我们再看 另外一个啊 这个最新的 进展 这是一个啥 这是一个 哈马斯啊 这个 直接 入侵到啊 当时10月7号的时候 武装分子入侵以色列 大肆杀掠 他们在自己头上装 用那个 GoPro摄像头 直接给他装上 还把他录下来 拍摄了整个过程 和这个人被以色列国防军杀死 然后摄像头 记录了他们的整个过程 这是铁镇啊 他们打开一个门 就对里面人 狂扫 里面普通老百姓 正在里面 啊 不知道咋回事 就把他们给 不分男女 不分老少 不分啊 任何 辐射种族 直接就是一枪 一梭子 就把他 给灭了 这里还有一个视频 啊 也是哈马斯 也是哈马斯 自己的人 拍下来的 十米哈马斯枪手渗透到以色列军事情报中心 啊 他们骑着摩托车渗透到以色列 详细了解 他们详细了解了以色列情报中心的一个军事情报中心的位置和布局 进入以后 他们向东行驶并偏离道路 接近一个军事基地的无人职守大门 他们拿着一张颜色编码的地图 找到了这座防御公室 建筑一扇未上锁的门 这将他们带到了一个装满电脑的房间 他们在电脑的一张床下发现 两名正在寻求庇护的士兵 他们将他们开箱打死 整个过程又安装在摄像头 袭击着头上的摄像机 记录下来 由于过 这是来源纽约时报 由于过于残忍 咱们这里就不放 过于残忍 说实话 这个 我们今天做节目说了 这个黎巴嫩的外交部长 召集 召集 撇清跟 就黎巴嫩政府撇清跟 郑主党的关系 说尽管与郑主党 有着积极的关系 积极的关系 但政府无法 控制郑主党 在这个时候 有啥用 说白了 解释 没用的 是不是 千万别什么 这个真主党不代表 不代表 是吧 黎巴嫩 有啥用 所以我们看 目前的局势 局势的紧张 无论 无论在东北亚 还是在 以色列 中东地区 还是在 这个 乌克兰 乌克兰的局势 现在 也是相当紧张的 好 我告诉大家 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 并没有停止 一点停止 都没有 美国 在该局 照样 军援 也在到位 同时 美国的 F16战斗机 都在全面准备中 就内力 就是会 升级到 一个新的阶段 我们再看 这个美国 国防部部长 奥斯丁 同以色列的 国防部部长 这个 刚刚 最新出来的 一个电话 通话的内容 说 五角大楼 新闻秘书 准将 他的 莱德将军 读了一下 提供了一下 他们通话 说 国防部长 奥斯丁三世 今天与 以色列国防部长 加兰特 就以色列 应对 哈马斯 恐不及击的行动 进行了交谈 奥斯丁部长 再次强调 美国对 以色列国防的 坚定承诺 以及 他对 阻止任何 试图 使这场 站着升级的 国家 或国家 非国家行为者 的承诺 什么意思 就是 一旦 升级 美国 一定 会阻止 说白 就是 警告 再一次 警告 叙利亚 警告 伊万 以及伊朗 现在 这就是 为什么 普京 要到北京 去 说不 跟习 面对面 私下的 把很多事情 落实到位 继续 推动到位 说白了 就是 要把美国 挑下来 要把美国 国际秩序 彻底 终结 这就是 他们 所要做的 这个 东北亚 这里 美国 为什么 要把这个 核 B-52 轰炸机 部署到位 毫无疑问 是吧 B-52 轰炸机 这意味着啥 毫无疑问 接下来 他的紧张 局势 已经 让美国 觉得 必须得 部署B-52 轰炸机 说白 在那个区域 他的紧张 局势 甚至都超过 中东 那是 这二八经 这个一直在 一直在 可以说是 持续紧张 的状态中 随时 可能就是 核战 这B-52 B-52 轰炸机 他是美国 三位一体 他有 八远情 八引擎 远程战略 轰炸机 1952年 第一架 原型机 首飞 他已经服役了 接近70年 然后 他整个 可以 他的 最大 载弹量 是12 万 公斤 12万 公斤 现在 现在的 B-52 轰炸机 他是 他是 不 然后不断的 改进之后 B-52 轰炸机 他可以 携带 美国 就是 现在任何的 这个核武器 原子弹 都可以 核弹 当然了 也可以携带 很多 常规炸弹 在越南战争的时候 美国投入了 大量 B-52 对 约共 当着 大规模空袭 因为他 这个体量 很大 所到之处 基本上 就是 地毯 是 红炸 那对 像 一次出动 那就 12万 吨 你想想 是啥概念 就光 常规 炸弹 都让你 吃不了 都得走 而 B-52 轰炸机 它主要是 第一 载电量 大 第二 就是 航程员 第三 飞得高 然后呢 你不知道 它到底现在 它到底是 带核 还是不带核 但这里 直接说 到韩国的是 带原子弹的 带核武器的 所以啊 这个 如果 把核武器 加上 那B-52 一架B-52 就可以 基本上 这个北朝鲜 就彻底结束 因为它现在啊 这个B-52 在升级 升级到最新的 这个B-52 应该是 J 就是 勾啊 升级的里面 啊 它除了 这个 主要是 电子系统 以及 它配备了很多导弹 以及防空导弹 以及 它的 装弹的 装载量 也让其升级 是吧 就是它可以远程的 发射很多防空 就是 空对地 轰炸导弹 就它 就是一个啊 就相当于航母一样 就是一个空中的 一个武器平台 什么 因为它 装载的 装备可以多啊 什么 你想打它 打不到 为啥 它有防空导弹 啊 它打你 它轻轻松松 啊 它也可以装 那种大型的 这把速度快的导弹 啊 你是 既可以堆地 也可以堆空 所以B52啊 它的这个杀伤力 是毫无疑问 所到之处 啊 基本上它不会轻易出来 出来 所到之处 就是一种 宣誓 是不是 就是老实一点 啊 你看它B52 在以色列 它现在啊 都没必要 它直接开到韩国 就告诉 北朝鲜 是吧 这个 可能北朝鲜最近 可能想趁 以色列 中东的乱局 美国分心在那里 啊 可能想 搞点事 是吧 甚至 挑起一个新战场 伊朗不说了吗 那挑啊 要增加新的战场 这个战场 那一定是啊 不仅仅是 给以色列增加战场 还有可能给 美国增加战场 那普京到北京 那不就商量这些事吗 能啥好事 这两个人 见面 绝对没有好事啊 绝对不是什么 一带一路这些事情 那都是骗小孩的 是不是 所以说啊 这个 以色列的这个局势 啊 接下来 就是普京 习出马了 看到没有 背后 真正啊 搞设的人 现在站到 露台中央来了 伊朗 那都是 说白了 那都是 一个前台的 前台的啊 国家而已 真正背后 其实就是 美中俄 啊 说白了 就是中俄 军事同盟 和美国之间的 啊 美国之间 现在的 这个 相互之间的啊 他们挑 挑战 现有的国际秩序 就这点事 然后啊 中共 现在啊 你看啊 这王毅啊 在中东 啊 又有什么特势 俄罗斯那边啊 乌克兰那边 也在 全面啊 牵扯进去 北朝鲜 啊 也在 是吧 北朝鲜前前几天 不是说了 美国 美国政府 已经评估了 那北朝鲜 有一千 个急将上的 弹药 运送到俄罗斯 那不都是 中共国的吗 是吧 啊 所以你看啊 这里 被 背后 真正的啊 这些 所有的事情 产能 绝对是来自于西 隐蔽战线 朝鲜的打法 也是来自于 西共 啊 然后 俄罗斯 有俄罗斯的角色 然后呢 前台 伊朗 什么委内瑞拉 北朝鲜 然后就是 什么叙利亚 这些小弟 叙利亚 阿萨德 接完以后 你看 以色列就出事了 所以这一次 普京接完以后 很可能东北亚 会有事 好 咱们这期节目 的情况更新 就到此 别忘了点赞 分享 谢谢 周围观众观看 再见